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是有蓝碎的一个活动 我的号和另一个库库的号一起抽 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安慰 还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好了,我先开始我这个号的抽卡 然后待会再帮库库抽 目前是在186这个频道 只不过换成了英文的 我们先来个十连抽 看一下究竟怎么样 今天看了很多小伙伴出了货 不知道我这边会不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 我去,这个概率好像好低啊 我们再来 维克斯我是有了 哎,来了 哦,忠诚的路江呢 这个,这个,这个我 这个是传说,我真的是 一言难尽啊 这个传说 但是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虽然它不是很一线的 不过出来也好 来,我们接着继续 卢加纳的话 我肯定会用上了这个英雄 能不能再给个惊喜闪一个别的呢 嗯,这一发是比较的黑了 只有一个纳扎 然后继续 我的背包空间 恰好只轻的能抽93个是我所有蓝碎的这么一个数量 死裂 哇,好黑啊 我感觉 嗯,又要黑起来 嗯,这个骷髅鱼人 我之前打了好多个 就是缺他和那个新郎 然后浪费了好多体力 来,再来一个传输 再来一个 哇,这个 又是开始全蓝了 我好像没剩多少了 因为一共也就93发 前面20抽还是比较歐的 怎么后边一直都是全蓝 一直全蓝 那我就再来 我感觉这个视频又给大家安慰了 一个 我的天啊 还有几个 还有23抽了 我们再来一个10抽 感觉我离女武神拜尔这些我想要的英雄越来越远了 这可是个什么鬼 抽了很多新的一些稀有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用了 因为新郎已经合过了 这个游侠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最后三发 而且时时闪的也很少 这个闪率也不是特别的好 最后一发看一下 又是一个安慰视频 我感觉肯定很多小伙伴看这个视频会特别的高兴吧 因为也没抽出什么好的东西来 好嘞 接下来我们来抽 苦苦的这个 同样是在186频道 在之前我垫过刀以后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会稍微好一些吧 来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有一些惊喜 第一个十连 我好蓝啊 为什么现在这个十连真的是蓝的 这个频道的问题吗 但是我看这个频道也是能抽出东西的呀 倒是出了不少和新郎的一个材料 苦苦这个怎么着也来一个吧 来一个传说呀 看一下来什么 毒牛这个英雄 其实我后边发现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泽罗塔 史诗倒是闪的还算不错 闪的还比较多呢 梅斧 我去 小有压力 因为史诗也很少 而且闪的这些 这一次这个卡池闪的英雄 其实很奇怪 我那个号抽的全是基本都有新卡 他这个号抽的基本都是老卡 而且是稀有英雄 我们基本都是一些以前的一些很老的英雄 我去我去我去 能不能来一个有用一点的 我他这个蓝的次数和我那个也差不多 甚至还比我那个更懒一些呢 我的天 还有几发 我看剩的不多了 看一下还有什么机会 我感觉他要打我了 我感觉他要打我了 这课 不行 不行 我得腾一个空间出来 把几个 先挪进去吧 实施先留着 他才可以看到底出了多少个试试 好像被人家捕到了 为什么我这边没抽到 反而人家抽到了 来了 王子 还可以 我觉得王子还是不错的 首先 我之前 我之前也抽到过 是一个单独抽出来的 我没有录视频 那么王子的话 他首先吃书也不需要吃太多 同时有一个哨兵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而且有了王子以后 是很多副本 速刷的一个基本的保证 基本上除了一些 特别的阵容以外 大部分速刷的一个阵容 都是需要带一个 甚至是两个王子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证 那么他这个至少比我那个好 好歹出了一个王子 是比较有用的 帮他把最后两个抽完 格林斯基 好了 他的这102抽抽完了 总共我是抽了195抽吧 然后就两个英雄 这一次 不是运气 不是特别好 不过这样的概率 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概率 基本上是50到100 改发出一个传说 到两个传说 是很正常的 好了 这又是一期比较安慰的视频吧 我感觉很多抽崩了的小伙伴 来看我的视频 应该会心里会舒服一些 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关注支持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